我们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乳癌的问题 所以请您帮忙 谢谢 现在这个癌症在全世界 都是一路在矿疹 美国这个癌症已经去了 50%的人将会证断有癌症 乳癌的发病率以前是16分之一 现在已经掉到8分之一 有的地区是7分之一 这个乳癌呢 目前西方采取的都是化疗 手术和放疗 这三大疗法 现在这个乳癌呢 已经发展到早期诊查 所以这里的医生都发了大财了 他第一期的乳癌 他们都要手术 人和化疗 乳癌呢 他们呢 到底是哪一根神针出问题呢 目前西方没有这个神针学说 他只是用三大去处理 我们呢 刚才呢就说 凡是有乳癌的人 他在第四胸椎 同侧 比如右边有乳癌 他在右边这个第四胸椎 他会有一个压痛点 或者我们叫blockage 或者叫阻灾 然后呢 我们这样这个打通他的时候呢 这个乳癌呢 这个症状第一个就舒服了很多症状 另外一个呢 癌症是由氧气缺乏引起的 一边呢 我们在这个脖子 在这个天顶 幅度的地方会发现有压痛点 这里呢 是割神针 割神针呢 就是氧气的问题的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强松神针 是走乳房和肩胶骨的 都是在脖子 在前面呢 就是有一个 上针呢 我们叫kidney24 就是说上针呢 这个呢 第四胸会有 这个压痛点 基本上呢 乳癌呢 发病率很高 但是西方处理 目前第一期第二期 什么都要做 这个是不科学的 那么第一第二期 做手术 也化疗 也跟不做 死亡率没病 做也不做 然后呢 做了手术 还要吃这个 Tomas粉 这个吃这个Tomas粉 以前是吃两年 然后他又换了吃四年 然后现在是吃十年 甚至有的人 吃这个 那个hormone blocker 来预防乳癌 这根本就不科学 但是呢 是西方的疗法 我们的疗法呢 最重要的是 第四胸椎 肿部 就是这个歌神经 和胸部 kidney24 就是这几个穴位 我们做这个乳癌的呢 成功率很高 但是有的人需要手术 还需要手术 需要化疗 还是需要化疗 但是第一第二期的 你做手术 你不做手术和化疗 死亡率没病 但是一般的西医 在波士顿的西医 一发现了 有一个第一期的乳癌 或者零期的乳癌 都发了大财了 他们要被人什么都要做 特别是做完了之后 还要一辈子 吃这个Tomas粉 或者那个豪蒙 都在要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呢 就是说的 我们这个是科学的